点开前,真的没想到,许志远采访费翔 会这么狼狈,这么好笑 费翔用中文侃侃而谈 许志远却在拽英文 一开场,许志远就说自己紧张了 因为见到费翔,就像见到一个男神直接从屏幕里走出来了 费翔为了拉近两人的距离,想小时候因为长得胖 在学校里一直被同学歧视,邻居们也觉得他这个小老外长得很奇怪 各二大的要命,我绝对是一个,许志远立即强化 Outsider局外人 费翔纠正道,是当地的一个奇观 费翔聊在台湾读台北美国学校 说学校很奇怪,好像想搞一个泡沫 人家都已经说泡沫了,许志远非要再用英文强调一遍 一个bubble,泡沫 费翔继续用中文解释 一个泡沫当中,有一个所谓正常美国学校的样子 许志远又懂了,脱口而出 American life,美式生活 费翔有多努力在避免说英文 许志远就有多努力在标英文 姚阅读,费翔说年轻时喜欢过一个争议作家 叫安兰德 许志远秒接,Fountain 是的,许志远把书名说错了 但费翔还是很自然地接过话 The Fountainhead,源泉 不留痕迹地帮他更正了书名 姚音乐,费翔累积资源做了张专辑 名字是人 费翔说的是中文 许志远又给他翻回了英文 Human那章 但是,费翔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和得体 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还趁着休息的时候 主动称赞许志远 说一般在采访时提到安兰德 没有人会知道 只有你会认得 会理解我说的话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面对费翔的恭维 许志远既没有自迁几句 也没有追问费翔的感受 更没有挖掘以下安兰德的争议性 而是直接岔开了话题 转头只给费翔看阳台外的黄浦江 文化人却把自己抛出来的读书话题给人了 实在让人一头雾水 两人第二次见面 终于开始挖掘费翔的性格了 许志远上来就问 你身上boyish 孩子气的东西 是怎么一直保持住的 接下来更是时不时的往外奔英文单词 许志远 人是非常adaptive 有适应能力的 许志远 这个游戏规则 这个social norms 社会规范 费翔 我觉得人工智能才是真正的可怕 许志远 所以 AI 人工智能是真的ghost 鬼魂 整个访谈 仿佛是许志远的单词中一应抽查 简直怀疑他是喊费翔来练习英文口语的 聊年轻人的困境 许志远 人不就是在这些struggle 挣扎 里 找到自己是谁吗 聊时代的变化和问题 许志远 现在都变成一个dissolution 瓦解 了 许志远 dark side 黑暗面 开始出现了 许志远 只能去找一个personal boat 自己的船 因应有种感觉 许志远仿佛想通过脑子 赢过费翔大帅哥 结果发现人家居然活得又帅又通透时 自己引以为傲的知识水平 似乎派不上用场了 心理防线就有点崩溃了 不自觉的流露出脆弱和无助 在挫败的状态下 熬得开始随机飙英文碎片 费翔 去美国就是想知道 如果没有费翔这两个字 我还行不行 许志远 对Broadway 白老汇 最早是什么时候有兴趣 费翔 大家都觉得 梦露是一个漂亮的花瓶 许志远 是一个central symbol 性感符号 费翔 我从梦露身上所学的东西 就是你不能停留在人家给你的定位上 许志远 梦露是一个 你这么大的inspiration 启发灵感的人 费翔 我的朋友会责怪谁谁 曾经说了什么话 因此他就得离职 但你得把自己放在时间 和历史的正确位置里 许志远 那种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太可怕了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段一小时左右的访谈中 许志远大概标了二十多次英文 以往 许志远和学者们聊天 从未如此局促 但是一旦碰上美女帅哥 就会突然产生一种 笨拙的娱乐效果 上一次让他这么慌乱的 还是鱼飞红 还有另一种情况 当许志远对话蔡兰时 努力的想升华一些价值和意义 但蔡兰直接了当说 你吃吃这个鱼 很好吃的 就差把许志远的头 按在桌子上让他吃了 那时 许志远也有种使不上进耳的坍塌 空有宽广的知识面 但在真正的人生智慧面前 他却只能陷进语言的魔障里 爬不出来了 蔡兰一针见血的点评许志远 你常常看别人 你很少看自己 言下之意 许志远是个总做无效观察的人 读了那么多书 却很少拿到人群中去实践 所以只有审视没有通透 活得很明巴 当一个敏感的文化男 遇到一个真正的满级人类废祥 直接整不会了 只能无力承认问不出啥了 人家太自恰了 费翔的回答 让许志远的面色越来越焦黄 他突然叫停 说要歇两分钟 原来 他是为了转过头 背着镜头长叹一口气 需要歇一些喘口气的 不是费翔 而是他 最后一幕 许志远坐在马路边叹息 人家真就是童话人物 我们太追逐深刻的主题 咱们这是伟深刻 感觉许志远疯狂建立的 强大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会因为这一次采访 而内耗很久 警号 您是我来评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